低轨卫星的发展是未来的趋势 立委刘兆好 一号质询数位发展部长唐凤 针对政府积极推动低轨卫星计划 开放业者申请商业运用 应该要鼓励引导业者 加速改善台东山区的通讯品质 来提升通讯人权 促进区域均衡 低轨卫星将是未来的趋势 连马斯克都积极投入发展 立委的帐号就政府发展低轨卫星计划 开放业者申请商业使用 特别要求数位发展部的部长唐凤 要积极改善台东山区的通讯品质 刘正好强调 许多青年返乡工作都需要 良好且便利的通讯品质 若能够透过低轨卫星 改善山区的通讯品质 青年们更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安心打拼 记者潘俊尔台东市报道